长得还不错 你跟我走吧 凭什么他能被选中 我不服 黑木 自己看吧 卧槽 这哥们好猛 各项数据都太完美了 哇 好美啊 这是 我怎么被捕住了 别挣扎 这是净身 犯了犯了 去个净 净发老人绝没了 到很快 不疼 老奴 叩见太子殿下 我叫林霄 来自21世 我在军军市 穿越穿了皇太子 其实是前朝的 所以 你就是怎么知道我呢 太子殿下出生的时候 是老奴界的生 太子殿下腰上那个真龙胎剂 到现在 老奴都没有忘记 这身体里还有一颗金刚如肾呢 怎么这么慢 莲贵妃要是怪罪下来 小心你们人头落地 太子殿下 不要想活命 还得先低头啊 这就是你要的人 还击头来 人长不错 是个君小屁 你叫什么名字 林霄 那以后就叫小林子吧 跟我走吧 还不快进去 我奴才 还不快过来 给本宫按摩 若是叫本宫不舒服 可是死罪 好 再用点力 幸亏实习的时候 和七少伙点击学了手绝火 狗奴才 谁允许你碰本宫这里的 青条 斩了它 不 快留 站住 刚才还还舒服呢 老子又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手感 都是错的 你们几个去那边 你们几个去那边 找到了人 格杀勿论 龙跑 这 王帝竟然是个女人 完了完了 这可是天大的秘密 这下死定了 谁 站住 皇 皇上饶命 皇上 皇上饶命 小的不争 我什么都没看见 知道这件事的人 都得去死 皇上饶命啊 皇上 皇上 军国使臣 已在大殿等候 你先退下 朕马上就来 是 给朕一个 不杀你的理由 我 我 我不是太监 或者七叔 我没有被惊神 走了 大师父的 最大的秘密 你小心 我出来了 哦 证明给朕看 皇上 你确定 还是你想死 这是何等的 快把裤子穿上 皇上 你不杀我 快把裤子穿上 从今往后 你就是朕的贴身太监 没有朕的允许 哪儿都不许去 听到没有 听明白了 啥情况 太少笑意我了 替朕更衣吧 你若敢对朕 有其他心思 朕 定会让你当真的太监 皇上 皇上 北境十五城 不如 不如我们闲话少说 直入主题吧 这北境十五城的归属 也该定下来 这位 是我基国 新晋文状元 有惊天伟帝之才 不知大洲 要派何人迎战 皇上 区区文状元 哪里需要大学士出马 小林子 你来 好的 遵旨 你大洲未免也太过瞧不起人了吧 拿一个太监 跟我朝文状元比试 若你们此番输了 别说我们大金欺负人 更别想抵赖 等你们赢了再说 你还懂狮子歌父 那我不吹牛逼 但是我敢保证 在这普天之下 没有人擅长得比我更多 若你敢骗真 你知道下场 看了那么多年乱七八糟的书籍 我这过目不棒的本领 也终于可以露一手了 以宋别为题 南楚七七别 西风鸟鸟雄 一看长一段 好趣 莫回头 确实是好事 那再见 到你了 欠君更及一杯酒 西出阳光无辜人 莫守千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小林子 还是不行 宋别师倒是被过不少 但都太过有指向性 难免会被人怀疑 陛下 若你们大洲再拿不出来 这北京十五城 我可就要收下了 来人 把这小太监拖出去斩了 放开 谁说我切不上了 我刚刚不过是在思考 该怎么给你这个蛮衣留点面 让你别说得那么难看 一个小太监也敢出口狂言 你不信啊 那我就没必要收下留情了 你信不信 我这首曲啊 不但能吟 还能唱一下 皇上放心 这十五座城啊 我必定给你拿下 就当送你的小小礼物 哎 这小小的太监 怎么能写出如此的千古绝唱 温少远 这人唱的事当真比你的好 我说了 废物 金国王子 快把这十五城的合约签了吧 这十五城 看你大招守不守得住 我们走 这小太监 当真还有点意思 小林子 今天表现得还不错 想要什么奖赏啊 小林子 不要奖赏 只要能一直 待在皇上身边 奥子 朕就赏你 白银三千两 升你为 私里兼顶太监 协助宫中 批阅奏 卧槽 兵顶太监 这可是肥产啊 果然跟着我弟有肉吃 谢皇上恩典 奴才愿为皇上 孝全马之劳 既如此 明夜元宵佳节 你就去与皇后投放 你说什么呢 朕要你假扮成镇 去昆宁宫与皇后投放 你若做不到 朕现在就赐你别 皇上您说什么 我听着就是了 皇上 皇上你什么 这伺候吗别人吗 我 让我伺候伺候你吧 你这张嘴 到底亲过多少女人 皇上 您吃醋了吗 快说 否则 朕现在就掐死你 实不想瞒 就皇上一人 在心 你这奴才 还真是色胆包天啊 皇上 你这就有点翻脸不认人了啊 不过 朕还就需要 你这样色胆包天的奴才 皇上 金国虽已签下条约 承认北京失误成的归属 但金人恐怕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还请皇上早日做出打算 司马将军 你有何意义 要我说 就该发兵金国 用绝后换 我大洲立国十三才 根基未冷 理应先韬光养晦 休养生息才是 看来这妮子的意思 是想打呀 小林子 这十五成 是你为我大洲赢下的 你来说说 皇上 说笑了 奴才只是一个小小阉人 哪敢帮你朝廷 竟然若是反悔 就该收拾 你这阉人 懂什么金国大事 竟敢在这里 胡言乱语 你这奴才 狗罪里 吐出象牙来 在相 莫与他一般见识 行了 朕今日也乏了 散朝 这满朝文武 怕是只有你 最懂朕的心思 哎呀 不敢当皇上 还有司马大将军呢 他也主张与金国开战 金国盛产铁矿石 今年又征服了北马 掌握了北马工匠的铸铁技术 下一时日 金国战士的盔甲 将不被刀剑锁破 到那时 金国大气已成 大举南下 我大周 将亡国灭中 皇上 这破甲 可不一定要有刀剑呢 小莲子 你这是何意啊 这皇宫里 可否有消失木炭 你要这些东西作甚 哎呀 相信我 给我便知道了 云商皇后 喜欢求仙问道 她的寝宫友 你今晚 要是活着回来 自然能拿到这些东西 怎么就绕不开 这皇后娘娘呢 怎么 你想反悔 我不介意赐你白领一样 白领 还不如毒酒呢 喝死了不疼 有嘴滑舌的奴才 今晚来我请殿 朕亲自为你易容化妆 还别说 你这个小太监 配上朕的这手化妆技术 还真是天衣无分啊 我也觉得皇上不错 不如我们 搭伙 过日子吧 那也要看你 明日有没有命 活着回来 那我听皇上的意思是 答应了 还不快滚 别让皇后久等 那我就当 皇上是答应了吧 若今晚我活着回来 皇上就是我的了 就算你能活着回来 朕是皇帝 每日日里万机 还要上早朝 哪有闲工夫 跟你在这儿瞎撑 那我就 让早朝去 学校 余商 余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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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商 乱公是会出事的 今夜良辰美景 春宵苦短 何不与臣妾 一起共赴云霄 我靠 真要上哪儿 小爷的第一次 是不是留给南宫玄的名字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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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了 雪雪 皇上 你太坏了 折腾了一晚上都没进去 这能 能怪我啊 还不是因为你太紧 这张了吧 皇上 之前是云霜错怪你了 因为你一直躲着我 是身体有急 不如 我们今晚再试试 那太好了呀 皇上 我怎么觉得您的声音和腰背 都粗谎了许多呀 糟了 那是过去中的花 跟着个溜溜走 啊 这个 还不是因为整天操劳操的吗 今晚呢 这就不来了 还有朝政事情要忙 就睡在养心店了 皇上 你是又躲着我吗 允昌啊 这个丹药 你吃完了 不的 我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能拥抱青春 一直留在皇上身边吗 想要拥抱青春 朕有别的办法 这些丹药就别吃了 告诉宫女们 把那个炼丹的硫磺给消食 送到御书房来 皇上这是何意 朕 等回头去败了金箔 朕 击 击败金箔 皇上难道要对金箔起立 对 对 对 说漏嘴了 这云梢皇后 是宰相云师傅的女儿 她可是枪鹰的主和派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朕自有用处 做好你的后宫之主 明白吗 是 皇上 朕先走了 皇上 臣妾还有一事要说 何事啊 宫中有个传闻闹得沸沸扬扬 前朝太子还活着 并且就混在这后宫之中 哎 皇上 啊 这个前朝太子胆子也太大了吧 胆混入我的后宫之中 看我抓住了他 一定阉割了他 让他一辈子做太监 哎呦 吓死小爷了 哎 哎 该不过是那个 精神房的老头 知道些什么了 如是招来 皇上 你 穿成这样 在这干啥 嗯 你到底说不说 还能有啥呀 你的皇后机灵的很 要不是眼睛好 早就露馅了 你 跟皇后 那个吗 没有 那 库宁宫的灯亮了一晚上 你的影子在里面晃了一晚上 怎么解释 皇上 我说你无聊不无聊啊 你怎么可在意 大胆奴才 竟然说朕无聊 你的胆子越发的大了 当真以为朕不敢杀了你 哎呀 我说你这个女人 你怎么整天到处就是打打杀杀的 你要真把我杀死了 你不就彻底成孤家寡人了吗 你 皇上 你真都才真不懂事 见了皇上还不跪下 再不下跪 咋家就要杀了你的头 皇上 我该跪吗 算了算了 这姑女先来的 不跪也罢 你过来找朕 有何一啊 该上早朝了 是谁定的这破早朝的规矩啊 天才刚蒙蒙亮 怎么比资本家还好 三弟定 五日他个嫌然 皇上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传朕指引下去 以后早朝改成下午 并且每五日休两日 去军营或者民间坊 去找一位助甲师过来 让他带上他最好的杰作 皇上 没事吧 你要是不去的话 就该有 奴才该死 奴才有错 奴才这就去 行啊你 朕一直一来不敢做的事 你却做到了 勇气可加呀 行吗 以后啊 就没早朝了 就算你能活着回来 朕是皇帝 每日日里万机 还要上早朝 哪有险功夫跟你在这儿瞎扯 那我就 让早朝取消 哼 原来你打的是这个算盘呢 够奴才 去玉书房 给朕跪五个小时 不可呀皇上 我还要去给你打造火药 击败金国呢 跪着坐 百分之七十五的消石 百分之十的硫磺 百分之十五的木炭 你这奴才 把朕这里搞得臭气轰轰的 要是你说的什么黑火药弄不成 朕就斩了你的头 哎呀皇上 您就瞧好吧 当年的欧陆 可就是这小小的火枪 击溃了贵族领土们的骑士和城堡 皇上 您找的人 农山给您带来了 好 公公辛苦了 是 开始吧 好嘞 就这啊 就是 哎 失望 我对你太失望了 公公何出此 我乃大洲国最厉害的助甲 我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 就你这破盔甲 我这土火枪 一枪把它破进来 笑 这太 就这么个东西 就能穿透我大洲国最尖锐的铠甲 皇上 您别看这东西不稀呀 又不实用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啊 在当今这个时代 是无敌的存在 这东西叫什么名字 火枪 火枪 哎 皇上 这东西不能乱指啊 小群奴才的狗命 你这狗奴才 还有害怕的东西 快说 从我能说 我是从课本上学到了理论知识 又加强喜欢无乱研究 所以自己弄出来了吧 奴才最近做了一个梦 梦见个仙人 那仙人告诉我 他与我有缘 所以把做这个的方法交给我了 嘴里没有一句真话 你怎么站起来了 皇上五个时辰已经过了 皇上五个时辰已经过了 啊 皇上 您看 我给你做了这么厉害的物品 您是不是 该给我什么奖赏呢 你想要什么奖励啊 想要 好啊 皇上的厨艺 好啊 皇上 你这是答应了 你再让我看看 这杆枪有多厉害 在这儿 不太好吧 不在这儿也行 不过 去外面 我怕被人看到过 皇上 说的是啊 你这奴才想要干什么 皇上 您不是要看我的枪我这才 我说的不是这个枪 我说的是这个 皇上 既然你想看枪 无论是小林子的哪敢枪 我都给您看的 你这个奴才 给这下去 看来皇上 还是舍不得伤害小奴才的妈 不要脸 要脸干什么呀 我这脸 都是你给的 皇上 记住了 这枪啊 永远不要对准自己人 若朕 就要对着你呢 皇上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以为朕 真的会要了你这条命吗 所以说嘛 皇上怎么舍得杀奴才 毕竟这破天之下 只有我知道 这涂花枪和弹药的做法 你这小妮子 就算不念你我之间的私情 也会因为这件事 而饶了我的小命 看来你不傻 来人 见过皇上 传阵旨意 大量购买硫磺 销石和木炭 按小林子的配方制作火药 再命军机处制造屠火枪 是 皇上 这个屠火枪啊 只是奴才随手造的 如果换成精铁助长的话 威力会更大 好 就按你说的做 明日朝会 我要让那些主和派 闭嘴 皇上 却为难而身 宫中出现一种武器 可破肩胛 男儿 看来 等云商怀上龙肿 我便是当朝国公了 不过 还是金国那边提的条件 更加诱人哪 去 告诉江南府 老夫想吃鱼了 怎么这么心不在焉 难道是在想原商 皇上你怎么知道 亏得朕还差点信了你的花言巧语 果然男人都是一个狗样子 滚出去 今晚朕不想见到你 哎呀 皇上您误会了 我承认 我确实有在想皇后 但是我发誓啊 我绝对没有在想 昨天晚上和皇后发生的那些什么 而且 我还在想 我帮皇上完成了蒙骗皇后的任务 皇后呢 也相信了皇上的男儿身 那皇上 是不是应该奖励些什么东西啊 你又想要什么奖励啊 我的想法吧 其实 皇上应该知道 够奴才 你还真是色胆包天啊 剩下的你来帮我解吧 好嘞 奴才遵命 哎呦 没想到这小妮子这么能折腾 真是累死了 有这样的大美人在做 就算是累死的都这也值了 皇上 如今我军有火枪在上 金国城池 谈之渴破 这可是天佑我大洲啊 感谢什么老天啊 这应该感谢的是我 如此甚好 朕就给你三万兵马 命你三十日内 夺取金国十九州 司马将军可有信心 三万兵马 那金国可是有百万之军 这个皇帝真黑啊 哪怕装备火枪 真的会叫人去送死啊 都说你司马卿用兵如神 如今有火枪加持 还不能替朕排油解难 朕要你这大将军何用 这哪怕想学司马卿的兵权 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到底是个小姑娘 有空教教他孙子兵法 皇上所言甚是啊 司马卿你身为大将军 为国圣战难道不应该吗 呦这在乡大人不是主和派吗 居然把皇帝说话 皇上不好了 皇上不好了 江南决堤了 什么 司马当真 什么 司马当真 这是刚刚八百里佳琪送来的奏报 千真万劝 如果江南当真决堤那此时绝不可掀起于金国的战事 这宰相大人所言甚是江南决堤 百姓闹饥荒 便会有无数金民流离失所 若是此时再与金国发动战争 那恐怕 算了战事稍后在意 江南震灾一事 你们可有什么办法 听户部尚书所说 今年天时不行 各地收成不好 粮仓溃缺严重 即便将救济粮剑收送往江南 怕也是无其于事 就真的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吗 我有办法 又是你这个小太监 此等国家大师 哪轮得到你一个宦官开口 我倒觉得 让他说说 也无妨 但是我这个方法 只能告诉皇上一个人 好好好 从即日起 命林霄为一品钦差大臣 赐上方宝剑 前往江南震灾 林霄 朕要微服私宝 跟你一起去 垂下 一分钟 三分钟